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西瓜的画法 我们先来选一支煎好毛笔 调淡漠 再调藤花花青 调是深一点的螺青色 先不要把它给它勾死了 左边这留点空间 我们点写出它的大概 好 这一块呢我们留着 一会儿给它添一个其他水果放在前边 上节课呢我们画了桃子 那么这次呢我们给空白的留出来这个地方 给它添一个桃子上去 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但是我们今天的画法不同 先调整实色 加一点弹幕 昨天好像是点写法 今天我们用双勾法 给它勾一个小一点的桃子出来 这里勾好了 那我们给这里 三个桃子呢我们就勾好了 就让我们给桃子上色 调藤黄色 加折石 以肩蘸 珠标色 注意这个不是主体 我们差不多就可以 留白出来 后边这个桃子呢我们让它稍微绿一点 刻意的把它往后推一推 第一个桃子我们也给它上色 红中透绿 绿中透红 好 因为它不是主体 溢到了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继续画西瓜 选一只大一点的羊猴体等 适用毛笔 蘸一点点猪标色 西瓜色呢用鼠红画最好 鼠红色呢太单薄 我们蘸一点猪标色 你看打个底色 蘸好了猪标色 笔尖占鼠红色 那么西瓜上色呢 我们不需要平涂 从中间开始 一定要注意绘画性 好 这样溢到了就可以了 一会儿呢如果它淡的话 我们用浓重的颜色给它破一破 调淡墨 加花青色 再加少许藤黄 我们来给西瓜点上它黑色的纹 我们大概呢点一点就可以了 好 不规则的给它点上去 红色呢稍微有点淡 我们接着用浓重一点的鼠红色 给它破一破 绕着它的中心去破它 好 越往边上呢它的颜色越淡 接着呢我们趁湿用折墨色 给西瓜点上它的籽 我们注意龙蛋虚实变化 就可以了 西瓜的籽呢 那就点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整个画面的话 这边稍微有点空 如果我们后边落款 盖章呢还行 我们现在给这里添两个樱桃 我们上节课画的 我们再来画两个看一看 如果不会调色呢 可以返回去看我们上节课樱桃 是怎么调色的 好 整幅画呢我们就完成 谢谢大家 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